各位好,現在要介紹一個節拍器練習 它可以有效的幫助你建立你的時間感 通常我們在演奏的時候想要把拍子對準 靠的是演奏的慣性 由於四肢會以某一種程度的規律持續的運動 靠著這種規律的運動 我們跟著節拍器演奏的時候 會誤以為自己正在控制時間 其實不是 因為肢體的擺動本身就帶有慣性 慣性輔助我們來控制速度 但是這有點像是騎車用輔助輪一樣 現在我要拿掉你這個慣性 首先要準備一個節拍器 這個節拍器必須要有暫時消音的功能 我現在手上用這個節拍器 我把它的速度設定成72BPM 就是每分鐘有72拍 以四拍為循環 在播放了三個小節之後 第四個小節會消音 我先試一次 各位看一下 在三個小節之後 第四個小節它是消音 而且也不會有一個燈光提示 所以你必須要完全靠你的聽力 體會那個第四個小節時間有多長 如果你面前現在有個打點板 你可以試試看 在前面三個小節 專心的體會 你即將要演奏多快的速度 到第四個小節沒有節拍器的時候 才正式的演奏 在沒有節拍器提示的第四小節 演奏四拍的三連音 在沒有節拍器提示的第四小節 演奏一拍兩個音 在沒有節拍器提示的第四小節 在沒有節拍器提示的第四小節 每拍打一下 在沒有節拍器提示的 再來這個練習比較難 在第四小節不要演奏 試著在下個循環開頭的第一個音 你要敲一下 這個聲音必須跟節拍器 重新計算的第一個聲音重疊 你可以專心在體會時間的量 體會時間流動的速度 所以在這個練習進行當中 你甚至不需要鼓棒 甚至不需要打點板 你可以用手指來代替你的鼓棒 試試試看 先記住這個速度 準備第四小節來囉 差一點點 抓到了 抓到了 再一次喔 我晚了一點點 大致上是這樣的練習 練習的訣竅是 當你固定一個速度的時候 不要任意的更改這個速度 也就是說 不要去讓節拍器的速度來配合你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最習慣的速度 但是我們現在的目的 不是要找出你最習慣的速度有多快 而是要去訓練自己 去適應各種不同的速度 以這個為基礎 接下來會有很多延伸的練習 再慢慢分享給各位